终极战,Way Station 这是一张四刀剑红的地图 两边应该会在前中期就有比较多的接触 两人地图如果是随到近点的话 对抗将会更为激烈 如果是远点的话将会放出战术 也有一方可能会选择开矿 这样地图并不特别适合打到一个盗后期 因为整个三矿的防守难度是相对较高的 胜负往往会在单矿和二矿之间分出 好比赛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出生点位 红色的神族是来自SKT1战队的Party SK Telecom T1 Party Wonisa Wonisa 姓王的一位选手 他对手是 来自于同样是SKT1战队的Classic 经典神皇 Dashaba 这边是SKT1的粉丝 有三位T1的选手包加CJ的一位选手 这个CJ的选手确实有点惨 看一下两边的开局 Classic选择了一个单气开 而 Party是直接双气 双方是一个圆点 圆点的话 就有可能会偏战术和开放一点 这边Classic选择了慢二起 仍然是二起 这样的话两边我们看到BY进度有些小差距 科技的进度会有些差距 这个Party我们看到是先BY再放第二根水晶 这意味着他使用了十农民BG的一个快速BY开局 怪不得他要这么快采气 他第一时间放下自己的科技建筑 他第一时间放下自己的科技建筑 我们看到BY进度差了将近有一半 五分之二左右 他看了一下 过来侦查 主要是看对手有没有Rush的意图 看迪霸加速 对手给了BG 而且没有差 就知道对手没有加速的意图 这边我们看到Party是全力在加速的折月 并没有第一时间放下科技建筑 这是什么意思 要打3BG极限3BG一波吗 极限3BG一波 双气的极限3BG一波 很少见 因为这个开局如果是被Classic侦查到的话 对手肯定会认为他是极限的一个科技 比如说快速VS 没想到是极限3BG一波 这边Classic放下了自己的二矿非常危险 二级地恐怕要被逼退 Classic家里面下了VC 双开以后下VC 要打一个两矿的一波 但是对手会更加先出手 这根水晶他没有找到 雪月已经发现对手开矿了 坚定了Party要打一波的决心 所以我会打开 5分30秒钟 折月门打开 5分40秒钟 折月完成 时间非常的精准 在出门的时候下了一个VS 怕对手转引刀 这边Classic换了一个幻象去对手家里面 他这个幻象会迫使对手有可能在家里面刷两到三个决裂 这样一来的话 正面的压力会小很多 但是Pating不为所动啊 直接是把决裂打成这样一的话 我们看一下如果这个先知让对手看到的情况下呢 帕听刷了三个决裂在家里面的话 那么正面就只有两个决裂 就无法将这个基地给逼退啊 classic这个变招啊 可以说是做的相当的出色 但是呢帕听是不为所动 应该是知道对手喜欢使用这样的一个伎俩 他看到对手基地这么快 认为对手的这个先知啊没有那么快 这是一个职业选手非常精准的判断 我们可以使用尝试学习使用这样的技巧 这个技巧是可以说是打了一个非常高明的心理战 帕听在不行的调整自己受伤的决裂 基地一定要打爆 目前来讲呢帕听在整个经济和科技上面是占一个小优势 好选择封住对手的二矿 然后自己家里面出先知准备双开了 钱是够的啊 双开以后呢可以立刻出虚空来进行防守 高手对决其实真正决定胜负的往往是这个心理上的一个博弈 没想到帕听居然能够大致若鱼 看穿对手的意图 第一时间是发现了对手的这个假先知 这边 马上布林克好了 他要包夹帕听这一波 帕听目前仍然不为所知 好的这波有可能要全部送掉 帕听这波主力啊可能全部要送掉 并且基本上打不了对手太多的兵力 这样的话整个局势发生了惊人的逆转 经典神皇这一波反扑有可能将帕听直接扑死 帕听完全没有想到对手居然是布林克一波 这波主力被全吃以后啊 非常的慌 可以说也是自己作死 因为如果当时他第一时间封住对手二矿以后 仅仅留下一到两个哨兵 所有的追猎回防的话呢 会避免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样一来的话帕听现在就非常的被动 对手有一大波单矿的闪失追猎 马上要扑到他家 家里面有大波台防守他的先知 克拉西克我们看到防守啊 做得非常出色 这边利用闪追 跳点对手 大量的部队已经接上来了 有13个决裂打4个决裂 这是 不可能逆转的一个局势 他挺低场比赛 聪明反被聪明误 在打掉对手二矿以后是痛失好局 经典神皇这一击啊 可以说是打得非常的犀利 战术可以说是成功 已经掉了 好 好 by bwd6